我们首先来看的是戒护士陈奕勋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他的罪名是最重的 而同时呢 被请求从众量刑 最高可能将面临无奇徒刑 在今天首度已选到军事法院 那么他大动作 向法官表示呢 军检的笔录不是他的自由意志 他要行使揭末权 这个大动作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他有可能是一肩扛下 或者他想翻供 洪装秋死后第29天 军检起诉的18名被告当中 刑则最重的陈奕勋 已审到军事法院 这也是媒体第一次在法院中 看到积压12天后的陈奕勋 我们在庭内可以看到 他的穿着呢 是穿着蓝色的球服 以及蓝色短裤 以及蓝白拖鞋 而他是戴着手铐跟脚镣 走进的法庭 我们对陈奕勋的印象呢 都是有戴着一副眼镜 出现在镜头面前 特别是在洪仲修头七法外 当时他戴着眼镜 不过今天特别是 他并没有戴着眼镜出席 而且他抵着光头呢 表情有点沮丧 因为他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还保有军人的性格 他只坐在三分前端的位置呢 但是他不像一般军人 坐在椅子上是直挺挺的 而是头部为低 感觉喜来有些沮丧 神情沮丧坐在被告席 涉嫌愿死洪仲修的 介护是陈奕勋 面对法官提问 军检卷证里的笔录 是出自你的自由意志吗 没想到陈奕勋竟然回答 不是 不过在沉默40秒后又说 我要刑事揭幕权 我可以听到这个审判长 是把所有的犯罪事实 在庭上详细的来念过一遍 其中当然包含 曾经包含这个 洪仲秋跟陈奕勋来要求说 因为太累了 所以要喝水 包含陈奕勋回他说 你刚刚才喝过 现在又要喝水 你是在耍我吗 等等在这个禁闭室里头 所有的一个情节 都在庭上 在陈述了一遍 对此陈奕勋他居然是回答 我行使揭幕权 因为触犯上官届是 领虐军人致死罪 将面临七年以上到五期徒刑 就连委任律师都说 现在谈交保 几率实在不高 是不是他是一个戴罪羔羊 当时我们也希望能够追求真相 最令人好奇的 恐怕不是戴罪羔羊而已 而是陈奕勋在庭上说的 行使揭幕权 他到底在想什么 庭上行为连法官都问不出来 让人不禁怀疑 是否军方早就已经谈好 要让位阶最低的陈奕勋 将重罪一箭扛下 整整新闻 纵文报道